回賣她的人 再次掌聲鼓勵 李欣傑來到我們現場 還是覺得 為什麼會有一個年輕人會喜歡我 還是覺得很驚訝 其實我 我現在在幹嘛 這個東西其實 我長大 長大之後 有一次我跟我爸在 Miss Talk 就是因為他小時候 對我跟我姐都很嚴厲 真的很嚴厲 可能 可能你考97分 回家都會覺得害怕的那一種 然後後來其實真的你成年以後 再回去看 就是跟爸爸現在相處 然後我覺得我爸為什麼會變得那麼peace 他在講什麼都好好講話 好好說話 小時候就沒有這種感覺 後來有一天真的Miss Talk完 就是 我好像可以了解他當時的那種感覺 就是他說他才23歲就結婚了 然後就有小孩了 然後他不知道要怎麼跟自己的小孩相處 這件事情 那我覺得 我23歲的時候在幹嘛 好像好像在台上跳舞 那時候才認識各位對不對 對那時候才認識各位 可是我爸已經是有兩個小孩的人 我就覺得 哇剛看這個好像 有一種 穿越的感覺 生命中很重要的人 很愛他的人 再次掌聲鼓勵 李欣杰 我不行 健好 應該算是一年後嗎 時間接近 我們竟然是在這樣子的一個場面 第一次見面 謝謝你 對 我今天是來給你一個自我的人驚喜的 對 首先我要很謝謝誠祥 因為 雖然我是藝人 但是有時候聽到 有一個人很喜歡你 然後他為了你 然後報了一場 這個電影 來給他的粉絲一起看這樣 然後我想 哇 怎麼有一個年輕人那麼用心 然後我 還是覺得 還是覺得 哇為什麼 會有一個年輕人會喜歡我 還是覺得 哇很驚喜 所以 我也是想問一下 為什麼我會成為你的 什麼機緣一下 因為你跟我的年紀也是有差 這樣子 對 其實我 我想像在幹嘛 你是聽我的歌 喜歡我的還是 是 剛剛那個電影裡面那首 謝謝你的愛 我大概YouTube 我自己 貢獻了十萬次 有 我自己 就我很喜歡那首歌 然後剛好 剛又聽到 就 蛤 我唱很好的歌 謝謝你給我的愛 現在我才看清楚 彼此曾經受得上 時間裡 你笑雲散 在進多遠的路上 也許我 只是個小孩 把想要對你說的話 懷葬在心中最深的地方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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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